这是一个中阳脊跟破裂带转型断层的模型图 然后它已经告诉我们甲钉跟丙脊代表中阳脊 换句话说 热对流的上升应该在脊这个地方上升 然后向两侧逐渐拉开 那板块就以这个中阳脊为边界向两侧扩张 那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现象 就是因为我们地球表面是圆球状 所以不同纬度的转动一圈花的时间一样 但距离不同 所以切线速率的差异会使得中阳脊出现破裂的状态 那这个以丙丁物这一条破裂线 我们称之为破裂带 但请注意只有丙跟丁这一段 它的两侧是分属于不同板块 而且呈现反向错动 所以这一段我们特别把它叫做转型断层 所以这边他问的是比丙丁断 那大好中心不接受诸这个选项 那事实上以我们的概念来讲 转型断层是这种特殊的平移断层 所以虽然他给的答案是C 但我们一般老师们都认为 这个也是应该要给分的 不过大好中心没有接受老师们的建议 就好像我们说男人是人 那如果某某人他是个男人 他应该也是一个人 所以像这个概念就是告诉我们 有时候学策他给分没有非常的严谨 那万一我们要不到分数 你还是选一个最接近的答案 那这个很明显是在考转型断层 所以我们都知道他要我们回答C选项 但知识概念上他应该属于一种特殊的平移断层 因为毕竟是水平错动的模式 所以我们在学习错动板块边界的时候 我们都还是记得一个基本的知识 错动板块边界必须两边是分属不同的板块 像我们看到这一边画绿色斜线 则是属于中央级左侧的板块 没有画斜线则是属于另一个板块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丁雾两侧都是同一个板块 而且同方向错动 丙以两侧都是画斜线这个板块 也是同一个板块 也是同一个方向错动 所以则是一般的破裂带而已 一般的破裂带 那我们还是把知识学起来 比较重要 至于他考题出错的部分 我们看过了解就好了 再来这道考题是问海洋地壳年龄分布 那它的基准是中央级 以中央级为中心 然后越远离中央级会越老 所以很简单 这题就是以中央级为中心 中央级最年轻 两侧离中央级越远 海洋地壳延时年龄就会越老 好 以上 从北的训物中保隑级 我们可以看到 到坐下 请小 Axq 小 Axq 小 Axq 小带